關心完了經典賽 接著我們來看國內的棒球 中華聖棒新球季下週六就要開打了 今年在WBC經典賽還有勝利軍一大犀牛 兩大力多的加持之下更是讓人期待了 對那今天在桃園的台茂購物中心 就舉行了一個事實大會 那在這邊就有一千個球迷以上 都到場來支持 四支球隊的球員也都呼喊口號 宣誓要爭奪總冠軍的決心 中華聖棒二十四年球迷大會 LAMIGO球團先用破冰儀式 宣誓衛冕總冠軍的決心 統一兄弟和義大也呼喊口號回敬 四支球隊正面交鋒 宣告新的球技正式點燃戰火 中華聖棒二十四年的球迷大會 在桃園台茂購物中心舉行 延續WBC經典賽的熱潮 這場球迷大會 吸引超過八千人次的球迷 拱翔勝舉 爭讀偶像的風采 甚至有球迷五個小時以前 就到現場排隊 索取簽名 除了造勢活動 還有球星提供的球具工藝拍賣 總共目斗了十萬元 將回饋幾層棒球 其中 王健民的WBC中澳實戰釘鞋 以七萬元賣出價格最高 我今天是為了這雙鞋來的 擁有王健民 擁有台灣人的 台灣之光的一部分的驕傲 是每一個球迷的心願 憲雄還安排了十八位 中華職棒的WBC國手 一一上台接受聯盟頒發的獎座 中華隊隊長恰恰彭正銘 更將球衣贈送給中執會長 黃震台 他感性的說 會繼續奮戰 帶給球迷更多感動 我一直都相信中華職棒球員 都是很努力的在 經營他們自己的球迷 和在 精進經營的在球場上打拚的 對 假如我們的表現能夠感動你 或者是 讓你願意進場看球的話 我希望各位球迷 能夠大力的支持中華職棒 職棒24年開幕戰 3月23號在桃園球場點燃戰火 由同醫師對上 LAMICO桃園 歡迎球迷踴躍進場 延續經典賽的感動 並行動支持中華職棒 U10TV 許森淳 李愛淳 桃園報導